欢迎大家收看六度挑战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近年来被爆假唱的20位明星 一个比一个尴尬 范冰冰 你不仅没有向观众道歉 反而继续假唱 陈小春 你在河北唐山艺演唱会上 由于假唱被揭穿 至2万多观众嘘声一片 请大家收看 近年来被爆假唱的20位明星 一个比一个尴尬 戴君哥哥 娱乐圈弄虚作假的大有人在 他们根本不考虑观众的情绪 试图隐瞒 欺骗 无论是演戏还是唱歌 明星在观众眼皮底下作假 有的明星自己心虚 很快被识破 场面非常尴尬 被识破后 有些明星选择道歉 有些则大言不惭的声明为了演出效果 明星假唱不仅是对观众的不尊重 更是对自己专业素养的缺失 希望明星能够认真对待音乐 不要做出这样尴尬的事情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 近年来被爆假唱的20位明星 看看都有谁 五月天作为一支成立了20多年的乐队 创作了不少经典传唱度高的歌曲 深受两岸三地无数歌迷的喜爱 今年五月天举办了内地的巡回演唱会 所到的城市就算连开多场也是场场爆满 人气达到了顶峰 可就在这样的氛围下 前段时间网友提出了五月天在演唱会上对口型假唱的质疑 这个质疑声也立马冲上了热搜榜首 那音作为歌坛中的大姐大 一度以直爽毒蛇的性格火出圈 但没想到这样实力歌后竟然也在商演中假唱 当时内音在和观众互动 手上的戒指居然被观众拿走了 内音当时就在现场大呼戒指还给我 与此同时歌声也在持续 假唱就穿帮了 但事后内音回应 假唱也是我的歌 一点也没有觉得假唱愧对观众 2019年4月21日 网友报音乐剧白夜行 在4月20日的第二场演出中 主办方隐瞒观众韩雪失声的事实 直到当天晚上7点30分 进场播放完演出须知 才告知本场演出韩雪个人演唱部分为录音 这让很多观众感到不满 并且表示这件事刷新了整个行业的下限 4月23日 韩雪也发长文表示道歉 并解释当时自己突发急性声带炎 然后父亲又突发了心脏病 后来自己彻底失声 大家都知道 黄林是一个实力十分强劲的歌手 因其搞怪的性格 被网友们称为浴室歌机 出道多年 有很多经典作品 更是因为浪姐成功翻红 甚至还出道成功 但在芒果台的晚会中 被网友们发现假唱痕迹 直接上热搜 2016年 央视星光璀璨演唱会上 当时正激情演唱的萨鼎鼎 却被网友发现 话筒竟然拿反了 可是舞台上歌声却依旧有扬 但丑闻爆出后 萨鼎鼎全然不在意 只用微博回应 称自己下次会认真一点 梁勇琪在2007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时 不小心踩到伴舞的衣服 当场跌坐在地 足足有五秒钟 没有反应过来 而现场的音乐和他的歌声 可没有停止 还依旧地唱着 站起来后的尴尬 让他又停了两秒 举起话筒 又开始张嘴唱起来了 丝毫没有慌张 2006年 陈小春在河北唐山演唱会上 由于假唱被揭穿 至两万多观众嘘声一片 一难观众怒而冲上舞台 将其所戴帽子夺下 并与陈小春的伴舞发声推丧 看到激进失控的场面 陈小春忙捡起话筒 对现场的观众连说对不起 对不起 不要 不要 在最后 在现场公安的维持下 失控观众的情绪得以稳定 2010年1月2日 飞伦海在北京举行演唱会 贡献了一场无与伦底的 假唱车祸现场 因为现场音箱出现问题 致使原本要对口型的假唱 当场露线 随后 飞伦海就只有硬着头皮真唱 但是 在演唱过程中 却处处跑掉 雷倒不少现场歌迷 2010年元宵节晚会上 王沛然在公开演出时 唱歌对口型 竟出现了拿反自己话筒的惊人举动 更让人惊奇的是 此女反拿话筒 仍淡定地在台上唱歌 这段视频 被细心的网友上传于各大论坛 因而迅速走红 此后 网友们就对这位话筒妹 冠以史上最淡定的假唱 最雷假唱等网络流行称号 2011年 胡静在上海歌迷会的现场 因为对口型假唱 当场被拆穿 事后 胡静本人也为自己的行为道了歉 并解释说 是因为身体不适的原因 才不得已采取假唱的方式 粉丝和网友也表示理解 2007年 范冰冰在活动中准备唱两首歌曲 但是第一首歌唱完后 范冰冰却和观众能进行互动 但却暴露了话筒没声音 而在话筒出声时 也不小心被众人发现了对口型的假唱 这让范冰冰感觉非常尴尬 2005年 张纳拉在上海录制新专辑功夫的电视歌友会 由于种种原因 她在真唱了几首歌曲之后 终于坚持不住选择了假唱 在演唱主打歌功夫的时候 或许是舞蹈太热烈的缘故 甩下麦克风之后 功夫的歌声依旧响彻天空 事实面前 张纳拉无言可辨 只好乖乖道歉 2006年 在一场时装秀的演唱会上 演唱完毕的蔡妍 想要讲话 却发现话筒没声音 结果被在台上足足亮了一分钟 这也充分证实蔡妍是假唱 而随后出场的周华健 则老辣很多 几乎每首歌曲都是真唱 2005年 林依晨类电影外出 在台湾宣传造势助阵演唱歌曲时 不知怎么的 伴奏音乐突然卡壳 而林依晨的声音跟着卡壳 假唱曝露后 林很是尴尬 多亏主持人的机智 才化解了一次尴尬的意外 2006年 吴建豪和安七炫组成的KV组合 在内地的首场演唱会 在人民大会堂热闹开场 当安七炫唱完Summer Day后 本应是吴建豪的身体会唱歌 伴奏带却放出了安七炫的声音 下面立刻有观众高喊 假唱 假唱 当吴建豪演唱完毕 伴奏带再次放错 台下又是一片虚声 在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上 晚会上 陈乔恩 唐燕 两位为女神同台PK 两位女神轮番上阵 演绎不一样的美丽 唐燕带来旗袍秀 并演唱一首《花好乐圆》 陈乔恩则带来一首就上海名曲 《梅兰梅兰我爱你》 有网友质疑陈乔恩假唱 并指出她中途忘记歌词 嘴型与歌词没有对上 杨丽的歌唱实力是众所周知的 靠一首《爱的公养》站稳了走音女王的地位 杨丽曾经在为电影《新天生一对》 现唱主题曲 而当她唱到尾声时 以音音响问题而突然中断 对嘴 假唱当场现行 非常尴尬 并近500名观众非常不满 2012年 已过40岁的杨玉莹 在湖南卫视龙年春晚上的惊艳表演 被观众质疑为假唱 当时 她和老搭档毛宁 合唱代表作《新语》 效果竟然与巅峰时一模样 时隔20年还能唱得如出一辙 难免让人生心怀疑 2006年 周笔唱在北京举办歌友会 演唱正在高潮的时候 有位歌迷走上前去掀花 周笔唱在捡起掉落的贺卡时 却发生这样一幕 自己没唱 音乐声音却此起彼伏 还好周笔唱要求重唱 这才化解了尴尬 大张伟曾被春晚邀请 台上唱了一首《贝儿爽》 但是最终却被发现是假唱 一时间媒体哗然 不过大张伟也算是个坦率之人 在随后接受采访时 坦言自己假唱 现在请看六度挑战主讲人六博士 对这篇文章的内容 与涉事人提出质疑与挑战 哦 看来娱乐圈真是个大染纲 连唱歌这种基本功都可以假唱过关 我想说 这些被爆假唱的明星们 你们是怎么想的 你们真的以为观众都是三岁小孩子 看不出你们的嘴型和歌声 根本对不上吗 或者你们觉得 反正已经赚到钱了 假唱又怎样 我要告诉你们 这样做真的很不尊重人 也很不尊重你们自己的职业 首先 五月天 你们作为一支成立了二十多年的乐队 创作了不少经典传唱度高的歌曲 深受两岸三地无数歌迷的喜爱 但是 你们在演唱会上对口型假唱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难道不觉得 这样做很对不起你们的粉丝吗 那应 你作为歌坛中的大姐大 一度以直爽毒蛇的性格火出圈 但没想到 你竟然也在商演中假唱 你说 假唱也是你的歌 你知道吗 这样的回应真的让人很无语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是你的歌 你怎么唱都可以 观众都应该接受 我要告诉你 这样的想法真的很自私 也很不尊重你的听众 韩雪 你在音乐剧白夜行的演出中 因为突发急性声带炎 所以选择了假唱 我可以理解你的困扰 但是你知道吗 你这样做真的很不负责任 你应该提前告知观众 让他们有选择的权利 而不是在演出开始后才告诉他们 你会假唱 你这样做 真的让人很失望 黄灵 你是一个实力十分强劲的歌手 但是你在芒果台的晚会中 被网友们发现假唱痕迹 这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你的歌声好听 你怎么唱都无所谓 我要告诉你 这样的想法真的很不尊重你的职业 萨鼎鼎 你在央视星光璀璨演唱会上 被网友发现话筒竟然拿反了 可是舞台上歌声却依旧悠扬 你知道吗 这样的表现真的让人很失望 你不仅没有向观众道歉 反而在微博上说自己下次会认真一点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你唱得好 你怎么唱都无所谓 我要告诉你 这样的想法真的很自私 也很不尊重你的职业 梁永奇 你在2007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时 不小心踩到伴舞的衣服 当场跌坐在地 足足有五秒钟没有反应过来 而现场的音乐和你的歌声可没有停止 还依旧地唱着 你知道吗 这样的表现真的让人很失望 你不仅没有向观众道歉 反而在站起来后的尴尬让你又停了两秒 举起话筒又开始张嘴唱起来了 丝毫没有慌张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你的歌声好听 你怎么唱都无所谓 我要告诉你 这样的想法真的很自私 也很不尊重你的职业 陈小春 你在河北唐山一演唱会上 由于假唱被揭穿 致两万多观众虚声一片 一难观众怒而冲上舞台 将其所带帽子夺下 并与你的伴舞发声推桑 你知道吗 这样的表现真的让人很失望 你不仅没有向观众道歉 反而在看到激进失控的场面后 忙捡起话筒 对现场的观众连说对不起 对不起 不要 不要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你的歌声好听 你怎么唱都无所谓 我要告诉你 这样的想法真的很自私 也很不尊重你的职业 飞伦海 你们在北京举行演唱会 贡献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假唱车祸现场 因为现场音箱出现问题 致使原本要对口型的假唱当场露线 你们知道吗 这样的表现真的让人很失望 你们不仅没有向观众道歉 反而在演唱过程中 却处处跑掉 雷到不少现场歌迷 你们是不是觉得 只要你们的歌声好听 你们怎么唱都无所谓 我要告诉你们 这样的想法真的很自私 也很不尊重你们的职业 王佩然 你在公开演出时 唱歌对口型 竟出现了拿反自己话筒的惊人举动 更让人惊奇的是 你反拿话筒 仍淡定地在台上唱歌 你知道吗 这样的表现 真的让人很失望 你不仅没有向观众道歉 反而在这段视频 被细心的网友上传于各大论坛后 因而迅速走红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你的歌声好听 你怎么唱都无所谓 我要告诉你 这样的想法真的很自私 也很不尊重你的职业 胡静 你在上海歌迷会的现场 因为对口型假唱 当场被拆穿 你知道吗 这样的表现 真的让人很失望 你不仅没有向观众道歉 反而在事后 为自己的行为道了歉 并解释说 是因为身体不适的原因 才不得已采取假唱的方式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你的歌声好听 你怎么唱都无所谓 我要告诉你 这样的想法真的很自私 也很不尊重你的职业 范冰冰 你在活动中准备唱两首歌曲 但是第一首歌唱完后 你去和观众们进行互动 但却暴露了话筒没声音 而在话筒出声时 也不小心被众人发现了 对口型的假唱 你知道吗 这样的表现 真的让人很失望 你不仅没有向观众道歉 反而在这让你感觉非常尴尬的情况下 你还继续假唱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你的歌声好听 你怎么唱都无所谓 我要告诉你 这样的想法真的很自私 也很不尊重你的职业 张大拉 你在上海录制新专辑 功夫的电视歌友会 由于种种原因 你在真唱了几首歌曲之后 终于坚持不住选择了假唱 你知道吗 这样的表现 真的让人很失望 你不仅没有向观众道歉 反而在演唱主打歌功夫的时候 或许是舞蹈太热烈的缘故 甩下麦克风之后 功夫的歌声依旧响彻天空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你的歌声好听 你怎么唱都无所谓 我要告诉你 这样的想法真的很自私 也很不尊重你的职业 蔡妍 你在一场时装修的演唱会上 演唱完毕后 想要讲话 却发现话筒没声音 结果被在台上足足亮了一分钟 这也充分证实你是假唱 你知道吗 这样的表现真的让人很失望 你不仅没有向观众道歉 反而在随后出场的周华健 则老辣很多 几乎每首歌曲都是真唱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你的歌声好听 你怎么唱都无所谓 我要告诉你 这样的想法真的很自私 也很不尊重你的职业 林依晨 你为电影外出 在台湾宣传造势 助阵演唱歌曲时 不知怎么的 伴奏音乐突然卡壳 而你的声音跟着卡壳 假唱铺路后 你很是尴尬 你知道吗 这样的表现真的让人很失望 你不仅没有向观众道歉 反而在多亏主持人的机制 才化解了一次尴尬的意外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你的歌声好听 你怎么唱都无所谓 我要告诉你 这样的想法真的很自私 也很不尊重你的职业 吴建豪和安琪炫组成的KV组合 在内地的首场演唱会 在人民大会堂热闹开场 当安琪炫唱完Summer Day后 本应是吴建豪的身体会唱歌 伴奏带却放出了安琪炫的声音 下面立刻有观众高喊假唱 假唱 当吴建豪演唱完毕 伴奏带再次放错 台下又是一片虚声 你们知道吗 这样的表现真的让人很失望 你们不仅没有向观众道歉 反而在看到几近失控的场面后 你们还继续假唱 你们是不是觉得 只要你们的歌声好听 你们怎么唱都无所谓 我要告诉你们 这样的想法真的很自私 也很不尊重你们的职业 总的来说 假唱这种事情 在娱乐圈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但是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 我还是会感到很失望 我想说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你们应该知道 你们的行为会影响到很多人 特别是你们的粉丝 你们应该以身作则 做一个好的榜样 而不是用假唱这种方式来欺骗大家 你们应该知道 只有真实的自己 才是最有魅力的 总结来说 近年来被爆假唱的明星 可谓是一个比一个尴尬 无论是演戏还是唱歌 他们都试图隐瞒 欺骗观众 这种行为 不仅对观众的不尊重 更是对自己专业素养的缺失 作为明星 他们应该认真对待音乐 不要为了一时的效果 而做出这样甘大的事情 希望他们能够反思自己的行为 对观众诚实 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